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幂不再参加综艺录大粉称综艺全面暂停,刚发生抵制天价片酬 在之前的85朵花评选中,杨幂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之一 然而近年来,她的作品数量有所下降,她出演的作品也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了 相反,赵丽颖成功成为85花之主 她不仅在古装剧中表现出色,还能够接触到一些现代剧的资源 成为85花成功转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不少85花就开始了自己的转型计划 比如杨幂在宝贝儿中的出演,就被视为她像大荧幕转型的重要作品 她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证明自己的演技和实力,而不是追求票房和奖项 然而宝贝儿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 反而被官方媒体批评为伴丑拿奖的不良方式 与斌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所获得的声誉和奖项相比 官方媒体将杨幂贴上了反面教材的标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官方的批评不仅打乱了杨幂进军文艺电影的计划 也击碎了她在大荧幕上获奖的期待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杨幂没有出演任何电影 在过去的五年里,除了刺杀小说家之外,她没有其他电影作品 而刺杀小说家于2018年开始生产,2016年开始筹备 除了电影市场之外宝贝儿也可以被视为杨幂演艺事业的转折点 此后,她就不再出现在大荧幕上 相反,她频繁参加各种综艺节目,频频出现在镜头前 其中,芒果台的《密室大逃脱》成为了杨幂最具代表性的综艺节目 从第一季到第五季,她的表现都非常积极 你能感觉到杨幂也喜欢这种类型和形式的节目 虽然这些年《密室大逃脱》经历了一些波折,甚至一度停播 但是节目的数据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最近《密室大逃脱》第五季即将结束 有粉丝透露,杨幂将不再参与综艺录制,回归主页寻求转型 此消息引发广泛讨论 毕竟杨幂的知名度和粉丝数量在今天还是相当可观的 有大粉丝在《chall talk》中表示 他们向杨幂工作室询问了明年的计划 得到的答复是明年的综艺没有计划 因此综艺录制计划很可能会全面暂停 事实上,在《密室大逃脱》的这几年里 粉丝们多次劝说和阻止杨幂继续参加综艺节目 很多专业粉丝认为 杨幂应该利用自己还有市场和出色的演技 挑选一些优秀的角色来提升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 随着录制时间的增加 粉丝们对这个节目组越来越不满意 如果大粉丝透露的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杨幂或许就要将重心重新回归电视剧市场了 今年电视剧市场表现相当不错 多部数七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而,对于过去的85朵花来说 市场还给他们留下一席之地吗? 目前古装剧显然不适合85岁的人 对于现代偶像剧市场 杨幂的几次尝试都证明 功课并不容易 近日,杨幂在一次会议上表示 演员要自觉抵制高片酬 引发不少讨论 在娱乐圈资本扩张时期 杨幂也是从中受益的演员之一 现在她开始控制片酬 并谈到演员需要有自我意识 这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调侃 但也在意料之中 总的来说 如果有剧本可以拍 我觉得杨幂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 而不是频繁参加综艺节目 毕竟她也是一位经典戏份很多的演员 参加综艺节目太多也有些可惜 希望杨幂未来还可以创造出一些精彩的角色 然而,杨幂是否有机会重新崛起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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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